6月5日,美国各地因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示威浪潮仍在持续,有美国侨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此次抗议示威游行的发生并非偶然,种族歧视现象在美国积怨已久。 较低的族群民的歧视随处可见,比如这次疫情,我们华人亚裔受到的不公平对待,是屡见不鲜,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,如以被压在心底的路火,也因弗洛伊德事件找到了发泄的出口。 我们经常讲一个量变导致止变,因为大家讲伊拉斐斯呢,就是说我们忍受的太多了,因为过去一件两件三件,从我自己个人经验,在这住了28年,也经历过这种不同大小的这种,应该不叫运动吧,就是这种游行事件吧, 这是一个,但是这次严重,也就是说一系列这么,发生了这么一系列,过去这些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一种爆发。 同时,侨阶人士表示,近年美国当局的一些不当做法,加剧了少数族裔对政府,对社会的不满。 特朗普总统从2016年到现在,他带领的这种的想法思想,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嘛,有很大的影响。 就是这种外来的人,都是坏人,都是偷我们的,传我们的,他根本没有去补执种族的歧视。 就是把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,而不是自己去反省自己做的,是对,是错。 这个又造成了对方对那个政府,对那个社会的不满。 据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实施监测系统显示,截至美东时间,6月4日下午5时33分, 美国已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86万7620例, 其中包括死亡病例107,979例。 对此,美国侨界人士也表达了对疫情防控的忧虑。 我觉得这些天肯定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,从人数上来讲。 因为虽然大概有一半人戴了口罩,有一些防范措施, 但是毕竟在那个时候情绪失控的时候,这个时候已经就顾忌不了那么多了。 因为疫情还在蔓延,还在爆发,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又开始那个示威游行。 因为示威游行吧,它肯定人员比较密集, 而且人员聚集比较多,它几会吧, 三千人、上万人聚集在一起。 在疫情在不断蔓延的时刻, 你就开又那个因为示威去聚集, 这样的话会加速疫情的扩散,互相交叉感染。 所以我最担心这一点。 就是说我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有作为, 能够为老百姓考虑,能够为社会考虑。